早上,八點了嗎? 哈囉,大家好,我們 又到了紐先生房產報告第74集 今天呢 对 今天还是一个人 今天一个人 上次两个人 OK 好 那我们来讲一下 第74集我们开头聊什么 我说今天晚上我们来聊什么东西呢 我们想跟大家沟通一下 就是说有关于第74集 我们聊什么 我们先来讲一下 我们就感受一下 就是说目前整个纽西安大环境的改变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呢 再加上说 其实目前开发商也在经历的痛苦是什么 那这些东西很多没有清楚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然后呢 还有就是有关于买房子一些基本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最近 还是跟大家update一下 特别是在整个环境这么不好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大家需要更多的了解 更多的了解好不好 然后呢 OK 好 第74集的重点就是说 在我的Facebook上面写了 感受市场的改变 拥抱环境的改变 任何时间你买房子都不容易 都不容易 有钱的想买更贵的 没有钱的想买更好的 然后呢 利息永远都不够低 房价永远都太高 那我希望大家还是能认清楚 我们刚刚讲这几个点 因为这几个点就是我们现在所有客人 所有买房子 所有一律的通病 没有之一 只有其中之一哦 因为呢 那很多人就加上听到一些专家所谓的亲朋好友的建议 或者是家长的建议 而去做一些判断 就是什么判断呢 房子应该给多少钱做判断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由市场来做一个最大的决定 好不好 所以说这东西 如果你们买房子的时候 需要问一些 比较有idea的人 你可以来咨询一下我 因为呢 在这个地方 我想跟大家讲 除了附近卖掉的房价之外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有关于他这个地方 会不会有所谓的 其他的一些问题啊 譬如说 我们之前在前几集有讲的是 淹水的报告啊 譬如说我们这边会不会有一些 所谓他们 之前成交的价格你也想知道啊 或者是说他们 目前用于什么状况 OK 这个都是很多人想要知道 特别是在买房子的时候 你更想知道 那好不好 那很多时候 在这个过程你可能不会知道 不过没关系 如果不清楚的话 询问一下嘛 我们之前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人 再咨询一些东西 那我们也会在 即时的 报告给大家好不好 然后我们直接进入主题的部分呢 这也是在脸书上贴了一个文章 就是说结账的时候崩溃的 纽西安结账的时候崩溃 为什么要聊这个问题呢 就是因为现在纽西安整个的物价指数呢 其实刚刚新鲜出炉 刚刚新鲜出炉 整体的感觉呢 食品的CPI涨了18.7个点 18.7个点 然后呢 整个食品的通货膨胀呢 既然高达12.1 那这个是在1989年来之后最高 最高 最高 没有更高 现在目前最高的 所以我还是讲一下这一点 想跟大家说说 如果你是在 有关于房子买卖或自住的情况之下 我想跟大家update一下 就是说 在2017年当所有的人告诉你说 这个已经是房价最高点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有记得 2017年的时候 大家都说房子会崩盘的时候 结果2018年19年的持续的平稳 在2020年 在3月开始进入一个疯狂的涨价 在短短时间涨了30%到40%的部分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夸张的情况 物价呢 物价现在在整个我们这个 目前的政府没有做好一个 比较完善的控制 那当然很多都怪到COVID 怪到疫情的部分 那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政府来做一个 比较负责任的一个行动来去遏止这个部分 因为目前我们现在的物价指数已经让所有的人挖挖叫 就好像我在前前天吧 看到一个我们朋友发的一个水饺 然后说6块钱 然后我觉得 好像很划算 然后又说好不好吃 我问了很多种种问题之后 好吃划算 我们一下买了五六包 然后晚上回去 我们就尖 试着尖的告诉大家好不好吃 还不错 还不错 所以我觉得 目前大家结账都处于一个崩溃的状态 因为实在是太贵了 OK 然后呢 我们还讲到一些说 有关于就是 全国纽约的物价指数在最新的报导里面 最新的报导里面 其实纽约的平均年降 既然这两年的降价指数高达13.1个点 13.1个点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夸张的价格 非常非常夸张的价格 因为目前在这两年左右的一个降价行为里面 已经很多开发商不要建房子的 不要建房子 因为盖起来成本很难赚到钱 很难赚到钱 这也是最大最大的问题 这也想跟大家说 如果你会看到现在供需的平衡 慢慢会发生一些变化 慢慢会发生一些变化 因为呢 目前在纽西亚整个部分新屋完成的情况 其实在三月份竟然创下一个新高 三月份创下一个新高 就是所谓的我们CCC呢 issue的这个东西竟然创下一个新高 这告诉你一个什么讯息就是说 之前在那些用高成本盖房子的新屋已经成交 甚至是应该这样说已经完工等待成交 问题来了 跟各位讲一个 在这里就是听节目能听到真正的消息 各位一定要听清楚这个事情 这是真正的事情 哪个律师好像不说 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我们也是有一些房子要settle 在这个月 然后呢我们打电话跟着律师行 律师行在沟通的时候 我们闲聊的过程里面呢 律师亲口讲出来的 大概在这几天的两天里面的settlement 有将近十个 有将近十个settlement 有既然有高达七个 七个settlement 可能已经保证不会去settle 七个 然后有一个可能会settle 可能会settle 这是目前真实的交割的情况 因为很多原因 很多因素 或者是他们之前买的时间点的因素 所以说想跟大家讲一个是比较内部的消息 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情况 已经在发生了 特别是在业内发生 那我相信很多人也会慢慢的看到这些情况在整个不同的地区发生 所以说如果你目前会看到某一些房子卖特别的便宜 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无法交割 无法交割而导致的 他们就想要说少赔一点 所以他们可能会抛售 可能会抛售 这个是目前在发生的情况 我刚讲了 在刚刚那一段 我就不再赘述了 也不再重述 那这个东西大家值得注意一下 因为呢 目前发生的一些情况 其实是很多人没有预测到的 那加上目前现在所有的新房要交割之前 银行都会再做一次所谓的valuation 就是会生一个估价师来做一个房子的估价 这个是目前每一个新房都发生的事情 每一个新房都发生的事情 好 目前跟大家讲一下最可怕的数字 好不好 最可怕的数字 目前纽西兰三月份 三月份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表格 我们成交数字量 是到目前基本上 创了这十几年来的第二新低 不是最低 第二新低 看到没有这big drop 第二新低 那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个事情呢 因为现在的买家已经开始在怀疑 市场还不会 会不会再跌价 但是我想跟大家讲这个问题 市场会不会再跌价 这个是跟大家分析一下 目前整个新房子 在卖的价格已经很接近他们的成本 基本上没有什么毛利 没有什么获利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我今天刚刚跟三个开发商聊天 他们的说法 现在的卖价已经是两年前 两年前的卖价 之前两房的八十四万九千块卖掉 现在一模一样的只要七十万 各位听到了没有 八十四万五千块 一模一样的房子现在只要七十万 这已经发生了 然后七十万基本上是两年前 你要讲他们刚盖完 CCC拿到两年之后卖你这个价格 基本上他们的成本利息 加上他们所谓的 就是人工时间 基本上他们没有赚钱 不开玩笑 七十万已经两年没有什么赚钱 所以说新房的部分 目前很多开发商卖的基本上赔钱或成本 所以他们不盖了嘛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如果你是买新房自住的朋友 可以努力的看一下 因为你很难再载到更便宜的 在短时间里面 那你说他们会不会再因为这六个月会往下再降多一点 我可以这样说如果再往下降他们就不卖了 宁愿出租 那也是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是为什么现在做管理公司很大的一个部分 就是很多客人很多开发商决定不卖了 所以就变成我 对找了专业的人士来开了一家物业管理公司 帮我们这些开发商做一些物业的管理 然后帮我们储租 因为收租很好嘛 那所以我想跟大家讲就是说 这个情况已经开始在变化 不要觉得可能还会再降很多很多 目前应该已经慢慢在新房的部分 我们已经看到新房的部分已经在见底 各位不开玩笑 新房的部分已经在见底 至于那些可能你说会在 从80万降成60万我跟各位讲不可能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他们已经在卖将近两年前的价格 那之前很多人已经settle比较高的价格 那也没办法 只是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说 持续的交贷款 不要让银行把你房子收掉就可以了 OK那我们来讲一下纽西兰 是一个很小的国家 然后从2000年到2020年 其实纽西兰的总人口增加 才增加了122万5000人 其实就是从2000年到2020年 其实我们现在纽西兰 能够在500万人 more or less 加上进来出去进来出去的 所以说目前我们新房的需求 其实你说供过于求嘛 我敢这样说 其实不能说供过于求 而是大家都在等 大家都有这个需求 但是他们不出手 因为他们希望想更便宜 但是想跟大家负责任的说 新房的部分 我会考虑就是认真的去买 认真的去考虑的 因为目前已经看不到更便宜太多了 因为我就说了嘛 我们目前接受到的指令就是 这些开发商朋友们已经开始不卖出租 因为他们出租的效果反而更好 可以两房很容易租个610块 三房四房的750啊 850很多这种 所以说很多这个收益还是可以 可能可以维持到大概四点多个点或五个点 有些已经可以达到这个效果了哦 所以不太像以前就是租金偏低 现在租金还是很可以的 所以说已经可以出租啦 所以很多人都宁愿留着明年再卖 今年出租明年再卖 不敢说回涨很多 但是起码价格一定比现在好 那至于我们看到一些我们的地区 其实某一些地区的房子 还有微微的上调了 已经微微的上涨了你知道吗 特别是新房的部分 就是刚盖好刚卖掉 有一些地区的房价已经微微的上涨 所以也是恭喜一些人买对物件的朋友 已经微微的上涨 所以说呢我们目前 已经达到一个最夸张的低峰 就是房子物件卖掉的数量 已经达到这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就是目前我指的手指这个点 我指的手指的这个点 这个线最后这里2023年 我标注2023年这里 已经达到一个纽西兰呢 在将近这1992到2023年 我们已经达到创造一个最夸张的值 销售数量最低的一个值哦 最低的一个值 这是破表记录的哦 那从来没有发生过 那会不会再发生 我觉得哦 我个人觉得可能不会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涌进来买房子的人呢 已经增多了很多 很多很多 那但是这些人都是属于 大家跟各位分析一下 这些人买房子属于哪一些人呢 第一个属于自住买家的偏多 自住买家偏多 第二个属于downsize的人 更偏多downsize就是 嗯downsize就是 从大屋子降到小房子 这些人偏多哦 就是这些是两个最主要的主流 因为什么这些会偏冲进来买 因为第一个刚需大房换小房 必须要换 第二个 这些年轻买家 或首次购物买家 发现他们已经可以捡到便宜 所以为什么可以捡到便宜呢 因为投资客没有进来 跟各位讲一次哦 投资客现在没有进场 所以很多首次购物买家 目前也可以捡到便宜 所以说如果你是投资客 各位我们很多观众朋友投资客 如果你是投资客 现在在干嘛呢 我会考虑进场 因为我觉得在 现在没有太多的投资客 跟我竞争的时候 我觉得我是有机会 可以捡到便宜 各位有听明白吗 现在的买家 我再重复一次哦 现在的买家 首次购物买家 首次购物买家就是 预算比较有限 但投资客通常可以 比首次购物买家 多一点点 就可以买到 很好性价比的屋子 就好像我们之前 有客人买80多万的 我相信到明年就是90几万了 不要怀疑为什么呢 因为隔壁一条街 他们新盘 车位少一个 然后一模一样样 一模一样样的房子哦 车位少一个 都要卖95万的新盘价 而且明年才盖好 而且今年才卖了80多万 那你觉得明年涨成90 不要贪心90万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呢 我个人认为保守估计 绝对是可以的 所以说 如果作为一个投资客的角度 我会认真的去 去想这个问题 然后我跟各位讲 我举一个我亲身的经验 别人讲的不准 别人都是用说的 那我们讲一个真实的经验 就是这个物件是在梅西的部分 那我本身也是投资客嘛 那所以我们跟大家讲了 就是我们实战的东西 那我们也去下一个offer 因为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很高 回报比竟然大7% 而且这个的物件价格呢 物件价格竟然不到 价格我实在不想讲 我就不想讲价格 我就不讲价 因为实在是很便宜 而且它的状况 已经让我到无法拒绝 我看了第一眼 各位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我看完第一眼回来之后 我就直接下合约 而且是无条件 但是很不幸的呢 我能看到 而且我愿意买的 已经其实跳楼 都不可以不足以去说了 它简直是跳楼 家屋矿超级好 加上这种价格无敌 我已经看一眼 看完一眼报告看一下 直接下offer这种情况 我就直接冲去买了 结果 既然还有三个人跟我一样 其中一个我没买到的价格 就差三万块钱 我非常的 非常的 对感觉到无力 心中很多FYD 对不对 很多那个新的什么什么码 这种真的 不开玩笑 那我说 为什么我都开始在出手 是因为我就说了 我们刚刚讲了一个重点 有没有 downsize的 就是大屋换小屋的 这个必须要卖的 他们基本上 也没有什么竞争 他们买喜欢的嘛 但是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买家 还是属于什么 属于首次购物买家 所以他们基本上 竞争力会稍微偏低一点 如果你是投资客的话 基本上你的竞争力 是比较高的 因为你只要高过500块 你就买到了嘛 是不是这样说呢 所以说呢 大家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努力的再看看 如果你可以承担的范围之内 我认为可以努力看看了 OK 好 我们来讲一下 真正最新的一个数据出来 三月份最新的数据 那因为可能大家看来不是太清楚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之后再贴到我的脸书上面 其实呢 纽西兰整个的平均房价 已经今年 今年的三月到今年三月 已经跌了12.9%了 其实这是连续两年之内 一次平均跌超过二位数字 二位数字 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可怕的消息 告诉大家 告诉大家 刚好电话进来 OK 时间 online 然后这是很可怕的消息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 更夸张的消息 纽西兰的奥克兰呢 其实已经跌了16.6% 就是纯粹是今年而言 今年而言 所以这是告诉你第二个讯息 就是其实叠价的物件 已经非常的多 但是根据2019年 还有2023年的数据 我跟大家做一个正常的对比 2019年到2023年 2019年到2023年 其实我们都还没有跌到2019年的价格 2019年买 或2018年买的物件 所有朋友 基本上不管怎么跌 你现在还是赚钱的 所以我还是想跟大家讲 我说其实有时候 物件入场的时候 非常的重要 特别是你在那时候买的价格 那还有时间持有的长短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嘛 好不好 走短线的 很容易中招的 好不好 所以说我们来讲一下 目前奥克兰整个卖房子的时间 其实拉长了 这是从 从36天拉成成45天 因为这是全纽西亚的 从36天拉长了45天 这已经代表一个半月 一个半月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选择太多 不是因为房价不好 因为选择太多 东选西选之后 很难做决定 那 其实还有很多地方 现在的房价已经开始不跌了 我再讲一次 已经有很多的房价开始不跌价了 已经开始了 那我常常说一件事的说 当你知道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那可能很多时候就已经太晚 所以我个人还是建议 如果在预算上可以的情况之下 你现在要努力的 开始好好的去看房子的 因为价格已经在 不能说底端 但已经很下面了 因为我们常常说 我们不抄底 也不卖最高 抄底的时候 你可能很多人跟你抢 你卖最高的时候 你需要很好的运气 但我们不认为 我们还是做一个 稳中里面求操作 操作里面求保守 保守里面求赚钱 这是最重要的 好不好 然后我们再讲一下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数据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非常非常关键的数据 新房子的上市 新房子的上市 这个一定要听清楚 新房子的上市 现在已经降了22.1% 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数字 新房子 为什么 为什么不断强调这一点 就因为 现在的开发商不卖了 不卖了 为什么 太便宜了 所以说 新房子hold得住的建商 建商现在在干什么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不是分析 我跟大家讲真实的 发生的事情 因为我们常常跟他们聊 我跟大家讲 他们现在都在借钱 只要能借到钱 只要能cover他们的最低利息 只要出租的钱 出租的钱 可以收回来 去缴他们的利息 跟各位讲 他们就不卖了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们的新房子数量 巨降了22.1% 那我们具体讲数量 从4033间 直接降到3143间 有明白我想说的点了吗 其实 新房子已经开始不卖了 请了解这个点 因为很多人还在问说 我可以买到更便宜吗 跟各位讲一下 我觉得 有空间 但是不多了 因为人家不上市 你怎么卖 不上市 供需出现改变 Hello Evan你好 你好 很开心看到你上线 那个 因为新房子 现在不上市 已经减了22.1% 这种数量来说的话 你这样想 下个月更少房子 新房会上市 为什么 只要能不上市的 它就不上市了 那有一些必须要卖的 它只会贴近成本价去卖 它不会干赔本的事情 除非它无法hold住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 供需慢慢出现 供出现拒减的情况之下 拒减不是一个percent两个percent 是一次22.1个percent 各位有没有明白 22.1个percent 是多夸张的事情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 超乎很多人的想象 因为如果你没有看我们频道的话 你可能不会去 知道这些 比较具体的 我跟你讲的都是 具体数字 不是我们用猜的 不是用猜的 OK 那 在这里为什么 有一个很重要的数值 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们全 纽西兰平均的 中间值房价已经暴跌 为什么叫暴跌呢 暴跌的12.9个percent 中间值的房价 那中间值的房价 就是大家比较能承担的 那个房价 我给个数字给大家 我们所谓可承担的 中间值房价 是77万5千块钱 纽西兰中间值房价 是77万5千块钱 这是中间值的房价 已经暴跌了12.9个percent 这是为什么我们就说 暴跌中间值 这中间值就是绝大部分的 新房子买家买的去 价格区间 70几万到85万多中间 所以这个行情的中间价呢 很多人目前在买房子 很多人目前在买房子 所以你不要怀疑 你觉得可能还会再跌 可能还会再跌 也是对啦 你这个方向没拆错 但是你要买的时候没货了 因为卖光了 OK 或者是被买掉了 或者是你只能捡到比较不好的 有听明白吗 有听明白的 收到就好 OK 好 那目前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情况 就是好的物件 就是那些downsize的物件呢 他们这些需要卖的downsize的人 就是大变小的这些朋友呢 他们其实也愿意接受市场价 各位有明白吗 愿意接受市场价 这告诉你一个事情呢 你可以用一个相对较低的价格 根据比较少的竞争 去拿到最好的性价比的大房子 再讲的是大房子的买家 你要听清楚 你可以利用一个相对较低的价格 去买到一个相对竞争少的好房子 这是为什么目前看到 我们可以陆陆续续会带大家 去看那些那种三五百万的房子 然后七八百万的房子 因为这些人不是因为没钱 是因为他要换小地方 他们这些人换那种超大房子 一千多万的房子 他们可以去买一个三百多万的公寓 你不要听错三百万五百万六百万公寓 其实那些人卖掉房子八九百万一千万 他就搬去公寓 那所以说这个房子 他只要卖掉的钱 可以买他的公寓 他就愿意卖 你不要怀疑为什么这样 因为退休人士嘛 对不对 退休人士有时候就是 都对自己喜欢就好了 所以他无所谓的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 OK好 那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好不好 我们今天做一个总结 因为我觉得在于我这几天 就是在这两周收到一些讯息 我们跟大家做个总结 就是纽西兰目前整个的房市的大方向 其实出现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就是大家开始习售 我刚刚讲的习售就是 可以不卖的不卖 但是我们说在整个纽西兰 不管是房市好的时候 还是有一群人在卖房子 房市不好的时候 还有一群人在买房子 那其中我们这个目前少掉什么人 各位知道吗 你们知道我说什么吗 目前少掉最多的人就是投资客 投资客 投资客有几种 投资客一种叫开发商 一种就所谓的爸爸妈妈小资族 像我们这种爸爸妈妈小资族 又不是开发商 又没有很多钱 那死咬着景气 然后看到能出手的时候 对不对就赶快出手 这种属于投资客型 但是呢 作为一个聪明的投资客 或者作为一个有展望 看得到前途的投资客 你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 张开你的眼睛 努力的寻找对的物件 因为现在的价格 我个人发现 你已经可以找到 相对哦 相对 2019年 2020年的价格 已经出现 已经出现 各位你不要怀疑 我再举一个最真实的案例 最真实的案例 我其中一个 我卖的物件的隔壁洞 的隔壁洞 这个业主在去年 在去年的时候 要价还要200万 但是后来他们 这个案子没有开下去 然后打电话来问过我 Vincent Vincent 我说干嘛呢 我业主以前要200万的时候 耶耶耶 你留着盖就好了 留着200万那么贵 留着自己盖啦 你现在有没有150万的offer 各位你不要怀疑哦 150万的offer 当我把这个消息 告诉我的一些开发商的朋友的时候 他跟我说 Vincent 120 闭着眼睛就买 你明白我重点了吗 现在很多不能开发的朋友 或者是在高点买入的朋友 他们现在也在担心什么 因为持有的成本已经偏高 利息偏高嘛 所以说利息偏高的情况之下 他们持有成本 一年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是以180万买 或者150万买 平均一年要将近20万的holding成本 因为他们的建筑贷款比较高嘛 所以说很多人不愿意承受 这个十几二十万的贷款 因为他一加上去之后 他整个开发没钱赚 好不好 没钱赚 虽然目前纽西兰的材料啊 人工已经缩短 没有什么缺货 也不缺人了 所以目前这个可以缩短 但是你卖不出价格 缩短又如何呢 你各位有听明白我的点吗 所以说如果你是聪明的投资客 你要开始努力的去看 看东西 好不好 不要说没钱买 没钱买 就好像我一开头讲的嘛 我一开头讲的 来我讲一次给大家听 在我开头讲的话 我做一次结尾给大家听 OK 来这个 感受市场环境的改变 认清一个最残酷的现实 什么呢 不管你任何时候 买房子都是不容易的 这次我又为什么要 repeat这个事情给大家听呢 真的 我开头都讲了这个 因为一直是现实 从来没有改变过 20年不变 好 有钱的都想买更贵的房子 没有钱的都要想买更好的房子 然后呢 利息永远不够低 两个percent的时候 人家觉得不够低 虽然已经很多 都看投资客都冲进去买了 然后有的人还觉得 两个percent利息低的时候 人家说房价高 对所以我说嘛 房价永远都太高 永远都太高 你讲的有点夸张 没错 就是有人永远就觉得房价高 所以说各位 我们听这个频道就想认 就跟大家 就是跟大家一起沟通交流 就说要认清楚大的方向 在投资的时候 不要道听途说 有需要来听我们聊聊天 研究一下 我们不敢说我们是最好最好 但是起码我们真的是公开透明 都跟你说嘛 对不对 公开透明跟你说 但我们介绍的物件 绝大部分来说 我们都会认同 而且我还是讲真的 有一些我们客人买到的价格呢 甚至比我愿意买的 出的价格都还要更低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 真的是可以认真的去考虑 好不好 然后节目最后段 我们还是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你在纽西亚买房子呢 然后有资料 你可能不确定的 或者是需要帮忙 需要咨询的朋友 欢迎来咨询 欢迎来询问 我会把你需要的资料 我会寄给你 因为我目前已经 蛮多朋友在询问 所以我们是很热意去帮忙 那如果没有马上回你的话 那可能是因为比较忙 可能是因为比较忙 譬如说一个电话挂了一个半小时 然后所以说各位 不用担心 在纽西亚买房 一定是公民 公开透明的 公开透明的 没有所谓那些什么 骗来骗去 只要你愿意问 没有不清不楚的 只要愿意问 没有不清不楚的 然后就问吧 好不好 那就不用客气 对不对 来大家 应该就这样讲吧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 房产报报就到这里结束了 好不好 那谢谢大家的时间 谢谢大家来这边看 这个节目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